今天是香港早安 今天是11月15日星期三 早安 梁永文 早安 張文采 今天是怎樣 月室都是大致多雲 不過日間短暫時間會有陽光 最高氣溫大約25度 吹和緩至清靜的偏東風 展望未來一兩日 部分時間有陽光 星期六晚間顯著轉輪 風勢較大和有幾陣雨 接著看看今早的新聞體驗 美國加州發生槍擊案 連同槍手最少5人死亡 另外多人受傷 美國司法部長蔡新思 就通往門封科到 眾議院委員會作弓 他否認之前曾經說謊 警方在長州環 徵破毒品分銷中心 拘捕了兩個人 詳細內容 美國加州發生槍擊案 連同槍手最少5人死亡 另外多人受傷 包括小學生 警方說當地星期二上午 加州北部大黑馬縣 最少7處地方發生槍擊 包括一間小學 有小學附近的居民說 聽到多下槍聲 警方後來將槍手擊斃 有槍手的鄰居說 曾經聽到槍手和家人爭執 警方就懷疑他隨機向人開槍 又估計案中使用 至少一支半自動步槍 和兩支手槍 有醫院說 他們接收了最少7個傷者 包括3個小朋友 案件仍在調查中 美國司法部長蔡新思 就通俄門風波到眾議院委員會作弓 他否認之前曾經說謊 就表示 現在記起競選團隊前顧問 帕帕佐普洛斯 曾經說可以安排跟俄羅斯接觸 但被他即時搏斥 蔡新思星期二到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 就去年選舉期間 特朗普競選團隊被指涉及通俄的風波作弓 蔡新思過去在國會聽證會 多次說自己並沒有 亦都不知道競選團隊曾經涉中俄羅斯 不過他當時在團隊領導的外交政策顧問團 其中一個顧問拍拍了俄羅斯 早前向聯邦調查局承認曾經跟俄方接觸 又說可以安排特朗普和俄方官員會面 令人質疑蔡新思作假證供 他否認指控 我只能做到我的最好 去回答你的問題 如我理解他們 至最好我的記憶 但我不會承認和拒絕 我曾經有誤會 那是誤會 白白座普洛斯公稱去年3月 在一個蔡新思和特朗普都有出席的會議上 說自己可以安排特朗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 消息說蔡新思當時即刻拒絕這個提議 蔡新思說近期新聞報導提起那次會議 他才記得開過這個會 跟他說過這番說話 蔡新思又說 蔡新思說 蔡新思說 不知道競選團隊其他和俄羅斯的接觸 今次已經不是蔡新思第一次就自己公辭改口 蔡新思年初在他獲任司法部長的聽證會上 說自己沒有和俄羅斯接觸 但後來被揭發曾經和俄羅斯駐美國大使基斯利亞克會面 最終要被直司法部有關通俄門的調查 母親電視記者一層問題報導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後三個籃球隊員 在杭州涉嫌店舖導師被扣留 經美國總統特朗普向國家主席習近平掛船之後獲釋 啟情反國 特朗普反國途中向記者透露 國是訪問中國期間 他就事件尋求習近平協助 並形容習近平給予好好的回應 有白宮高級官員透露 三個球員在特朗普介入下 獲失中國當局寬口對待 涉事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籃球隊球員 今個月四號隨隊到上海作賽 上星期二涉嫌在杭州店舖導師被扣留 之後被軟禁在酒店沒有隨隊回美國 東盟系列會議結束 美國總統特朗普讚揚這次會議 受北韓核問題達成共識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臨離開馬尼拉的時候 表明致力加強日中關係 期望春年落實兩國領導人戶房 安倍晉三星期三夜晚 在菲律賓馬尼拉總結出席東盟系列會議 他說希望增強日中關係 並且在下年實現兩國領導人戶房 平和友好条約締結 在星期三東盟及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上 安倍晉三據報一改以往立場 完全沒有提及南海問題 報道形容是避免令同場的中國總理李克強尷尬 並且為中日韓首腦會談在日本趙開創做有利條件 而提早離開菲律賓 未有出席東亞峰會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讚揚今次東盟會議與會各國達成共識 應對北韓核問題 東盟系列會議結束 日本共同社引述東亞峰會主席聲明草告說 預會國同意譴責北韓發展核彈和彈道導彈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並且要求各國全面落實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決議 南韓總統文在寅說 如果北韓願意重返對話 南韓將會考慮所有方案 不過安倍晉三認為現在即使曾求和北韓對話 都無法與其對話有意義 至於南海爭議 相信各國仍然未取得共識 東亞峰會主席聲明草稿有關南海的斷落 只是寫明由主席定奪 預料峰會主席國菲律賓仍然就最後操持作協調 無線電視機就在李卓軒那裏 在本港 警方在長沙灣偵破一個毒品分銷中心 拉了兩個人 被捕兩人53歲 凌晨12點左右 由警員在福華街561號一個單位押走 警方並首獲一批證物 包括毒品海樂鷹、冰 和俗稱K仔的陸安銅等等 約值800元 另外有包裝工具和4萬多元現金 警方昨日埃曼採取拘捕行動 和搜查目標單位 偵破一個供應毒品 被西九龍區娛樂場所的分銷中心 元朗發生集體打鬥 一個非洲裔男人受傷 一架私家車亦都被破壞 私家車的擋風玻璃損位 警員封鎖調查 凌晨1點多 三個來日利亞症男人 在貓環路和平衛街一間食肆宵夜 現場消息說其中一個人不見了 放有2萬多元的銀包之後 和另一批食客爭吵和打鬥 被對方持軍襲擊 事主被打傷 停在門外的私家車亦都被破壞 警員到場的時候 少岸男人已經逃去無蹤 電訊寧科說由於有光尖電爛受損 新界東北地區的香港電訊服務受到影響 經常收之後 凌晨大部分寬頻已經恢復正常 而流動通訊服務也都陸續恢復 電訊寧科在社交網站的客戶服務專頁說 旗下香港電訊的服務 因為新界東北有光纖電纜受損 影響粉嶺、大埔和上水區的電訊服務 有市民說 家居電話服務和上網都受到影響 電訊寧科說 調查後工程人員確認 本領公路太匡至和合石家匯處 有若干光纖電纜 受到路政署工程的承辦商破壞 要緊急搶修 並為第三方造成電纜破壞所帶來的不便 向客戶自協 三個人的成員 分享生命 捐血救人 你都可以的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 奇麗些 不怕會線親 地面要乾爽 小心點 點都不用就要放入刀架 做足點 半重夜要注意姿勢正確 或者找人幫手 安全點 靈兒的食物器皿 一定要戴隔熱手套 跟足步驟 站立點 小心點 聚足點 安全點 自然開心 香港有個新公園 山青水路 在屯門念灣 它用先進科技 焚化污泥來發電 搞輕對填區的壓力 它還是環保地標 結合教育 消閒 自然生態設施 它不單止是一個公園 它是T Park 園區 能源轉換社區 轉費為能 香港換言一身 由2017年5月1日起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提高到每小時34.5 最低工資條例 適用的所有僱員 無論是用什麼形式授評 都有權收取法定最低工資 產質僱員有權選擇接受評估 按評估的生產能力 收取定出的工資 想知道多些 打27171771 或想勞工處網頁看看吧 在這麼久都未等到器官移植 希望越來越渺茫吧 香港每日都有接近3000個病人 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續生命 除了支持和問候 想衛生署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 登記成為捐贈者 登記了要將你的意願告訴家人 選擇 挑選 吵架 EPinyl 窗 勇 因為 因為 回來會休場石步道